欢迎回来全球进行室 我们继续来看南韩乐团张鸡和连孔们 曾经十周年之后解散 他们在拆伙之前举办的系列活动 还挑战高难度的耳机公演 限定30名歌迷参加 南韩乐团张鸡和连孔们 为了让歌迷听到最高品质的音乐 举办了小规模的耳机公演 戴着耳机停得更加入神 还能够拿起耳机做互动 这场表演选在首尔的小剧场举行 限定30位歌迷参加 他们之所以会举办耳机公演 就是想打破距离对音乐声的影响 仔细一听 有没有戴耳机 声音真的不一样 张鸡和骄傲表示 耳机公演跟考验实力 没有几个音乐人能做到 观众也大力赞赏 整场表演从新歌到招牌曲 都一一透过耳机传送到歌迷耳里 若是发现声音太大或太小 也能及时做调整 让歌迷大赞新鲜 也为减散前的他们留下独特新尝试 TVB新闻总和报道 而日本偶像制造机杰尼斯事务所 在资深偶像龙蛇秀迷接任社长之后 展开新的尝试 他们创造了两位杰尼斯虚拟偶像 本周公开亮相 有了虚拟偶像 将来就不怕有团体解散或者修团了 见面会舞台上 笑容满面与观众挥手 和主持人对话的不是真人 而是日本杰尼斯新推出的虚拟偶像 日本偶像制造机杰尼斯事务所 成立44年来首度推出虚拟偶像 两名设定为高中生的虚拟偶像 周二第一次亮相 就吸引9万人次浏览 杰尼斯虚拟偶像将固定在线上 进行直播和粉丝互动 还特地找来杰尼斯旗下成员配音 杰尼斯近年面临招牌团体 接连解散修团 偶像年纪也越来越大 龙泽秀明接任新社长后 推出虚拟偶像 让老字号招牌搭上新潮流 就看歌迷买不买单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道 继三星之后 华为也在西班牙巴塞隆纳 举行的世界通讯大会上面 发表了他们的折叠机 不同于三星的折叠机 是荧幕向内折叠 华为的折叠手机折起来 荧幕是在外面的 不过最惊人的是 华为的折叠机价格再创新高 要价台币8万起跳 预计今年下半年上市 平板电脑荧幕朝外 向后折起就成了手机 这是华为新推出的折叠手机 继三星之后 华为也推出了搭配 5G的折叠式手机 不同于三星的折叠机 折起来荧幕在内 华为的折叠机打开是 8寸大的平板电脑 荧幕向外折叠起来 就成了有两个大小不同荧幕的手机 不过更惊人的还是价钱 华为折叠机定价2299欧元起跳 超过台币8万元 逆取超越三星的6万元手机 再创天价新高 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才会开始销售 另外韩国大厂LG没有折叠机 倒是推出了双萤幕手机 我介绍你LG dual screen LG发表了首款5G手机 可以搭配触控双萤幕 看起来就像个 拥有独立萤幕的手机壳 打开可以两个萤幕同时使用 像是主萤幕显示画面 副萤幕当控制器来玩游戏 另外小米也推出了 旗下第一支5G手机 预计会在5月上市 TVB的新闻 余思寅综合报导 科技化改变了当代社会 数位智商DQ更是现代人必备的技能 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数位公民 欧洲小国卢森堡 特别为儿童设立了免费工作坊 让小孩以玩游戏的方式 接触3C还有科技新知 达到健康学习的目的 并且将机器人运用在 医疗以及长照附件上面 放大到产业面 卢森堡则是全力冲刺金融科技 希望能够打造出 人类跟科技机器和谐共生的社会 用香蕉接上不同电线 就能在电脑上弹钢琴 还有3D电影机 雕刻出小朋友喜欢的玩偶 这里是卢森堡专为儿童和青少年 设立的科技工作坊 完全免费 大家都可以来 就是为了要引导下一代 从小接触科学 除此之外 他们还教小孩 写简单的程式 组装机器车 玩VR 毕竟对出生在数位 时代的孩子们来说 网络科技就像水 空气一样自然 而该如何安全健康的 与科技共存 独森堡特别设立专责单位 一大重要的危機是 《育養》 《育養》是 如果老人們 接近網絡人 想要跟他們 有性交友 這是法律 也就是很危險的危機 因為有些時候 老人們可能有偽認識 以為他們年輕 或是別人 然後試試跟他們聯絡 這座網路安全意識倡導中心 一年進行超過 一千場的訓練和演講 對象不只是學生 也教導父母和主要照護者 了解未成年孩子的網路活動 就希望能夠培養出 優質健康的數位公民 要迎接更多遍的網路時代 盧森堡的科技教育 早已起步 同時也將AI應用在醫療上 非常好 我們進行 能辨識手上拿的字母 就像玩伴一樣玩遊戲 這是盧森堡新創公司打造的機器人 而他是幫助自閉症病童 治療的好幫手 社交機器 和我們的第一項產品 是QT機器 他們有很多優勢 健康 進行健康 有很多不同的應用 從早上訓練 從醫療下手 讓AI機器人 不再有距離冷冰冰 由於有部分自閉症病童 對辨識人臉表情有困難 因此這個機器人 還內建多種表情 幫助小孩判別他人情緒 教育 醫療都擁抱數位化 盧森堡主要經濟支柱 金融業更是大步邁向電子世界 我們有創造了 國際財政策的平台 叫做Luxembourg House of Financial Technologies 這個國際財政策的平台 有最主要的目標 是把所有財政策的 在Luxembourg之間 在一旁邊 在一旁 在另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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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發起的平台 協助企業了解 並開拓金融科技 看得出盧森堡是有系統的 邁向全面數位化 畢竟產業轉型和人才教育 都並非一蹴可擊 穩固扎下基礎 要打造出能和高科技 健康共生的數位國家 TVBS新聞 彭惠雲教漢文 在盧森堡的採訪報導 31歲意大利閩南 時尚部落客法拉格尼 一手打造了 破照資產的時尚王國 剛開始他只是個 不知名的網紅 但是用意大利文 跟英文撰寫文章之後開始發跡 現在全球擁有超過1600萬粉絲 還成立自己的時尚品牌 用自己的真實人生 寫下了灰姑娘傳奇 她是意大利米蘭網紅布洛克 31歲的法拉格尼 一手打造了自己的時尚王國 甚至還被副比試點名 是全球時尚的指標性人物 我開啟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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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法拉格尼 只是個默默無聞的部落客 當他以意大利文和英文寫文章後 卻意外打開知名度 此後他挾著1600萬追隨者 相當於荷蘭全國人口的驚人影響力 贏得多項精品與活動代言 寫下灰姑娘傳奇 從網紅耀身為全球知名人物 去年他與意大利明星饒舌歌手結婚 Dio還為他量身特製三套婚紗 法拉格尼也不錯過絕佳宣傳機會 連大喜之日都拿著手機記錄 充代銀行銷 公司如Louis Vuitton Nike和Yves Saint Laurent 都很心急著用她的才能 去告訴她的商品 她的網站在網站上 他們知道她明白的產品 但也知道新的數字的代表 法拉格尼去年產子後 立刻恢復網紅生活 現在不只一家三口 連兩個妹妹和媽媽也都成了網紅 而她2010年自創品牌 如今旗艦店橫跨米蘭、巴里和上海 她所建立的全球品牌食尚王國 總營業額高達3000萬歐元 法拉格尼在網路時代順勢崛起 抓住主流市場寫下網紅奇蹟 更成為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時尚部落客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台灣圍棋好手黑佳佳 最近一周成為了日本的話題人物 原來她因為對上日本圍棋天才女同眾議警 讓日本媒體大篇幅的報導 不過日本民眾卻注意到的是她的外貌 讓日本媒體連日追著她 還跟她一起去觀光 日本媒體現在最關注的台灣人或許是她 用手指頭學著水母飄 她是黑佳佳 今年24歲的台灣圍棋高手 上個星期黑佳佳和日本的天才棋手 年僅九歲的眾議警對譯 原本日本媒體焦點全放在眾議警的奇異 只是日本網友注意到的 卻是黑佳佳的美麗 極聰慧和外貌於一身 黑佳佳在日本圍棋界早已掀起話題 她上週末還參加了日本棋院 舉辦的世界錦標賽 比去年更上層樓 黑佳佳最後拿下了第三名 日本にあと一週間滞在します 大会後時間に余裕があったので お父さんも誘って家族と登校に行こうと思います 連比丸為期後的東京觀光 日本媒體也緊追不捨 這一天黑佳佳的行程 是到東京的墨田水主館 天吟が大好きなの すごく可愛い 還去了自由之秋 享用日本甜點 日本のスイーツは美味しくて大好きです 日本甜點非常好吃 只是看似輕鬆的她 腦子裡想的卻還是圍棋 私の搭配電話の中には いろんな英語のアプリが入っています 時間がある時は いつも英語のアプリを見ています 黑佳佳對日本媒體說 最近考慮在日本發展 除了圍棋比賽以外 或許未來在日本的影視圈的作品 我們也能看到就位台灣美女 TV新聞 綜合報導 我們的視聴 對方的視聴 對方的視聴 對方的視聴